苗栗县的头份已经驻南地区发展快速人口密集 在运动公园周边的巴德一路 这几年只要遇到大雨就会发生淹水的灾情 县府争取中央的补助 重建雨水下水道干线工程洞土 那么县长希望能够彻底的让居民可以免于水患之苦 众人手持新乡驻岛 预助头份市巴德一路连接民族路的雨水下水道工程施工顺利 解决当地多年来每逢大雨就淹水的灾情 巴德一路的雨水下水道工程 寒瓜头份市田辽里与东庄里社区 目前只依赖边沟排水 但是此处地势较低 一遇大雨就无法顺利排出到永正路的干管 水势来不及宣泄就造成淹水 雨水下水道工程衔接前年二月才刚完成的 民族路接永正路的排水干管 完成之后就能解决水患 这个N2D的雨水干线非常的重要 那它是收集了这个我们巴德一路 巴德一路的地区包括中心路 所有的一个两侧的侧工 我们都要收到这雨水下游到香海里面去 那它这个直接会连到我们的永正大牌 到我们的永正收水站 那我们希望能够来减缓这个地方的一个 一个淹水的一个情势 560多公尺的雨水下水道工程 争取国土署6500万元经费展开 加上前一期先完成的民族路 700多公尺的排水相寒 两期工程走了十年 县府联合地方努力 让居民免于淹水之苦 我们基础的地方绝对不能淹水 这个是县政府施政的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当然这个我们永正收水站 要感谢陈永贤议员 在当镇长的期间 跟萧桑县长当立委合作完成 当然我们也希望 能够在罗雪柱市长的任内 把头分弄到以后 没有地方会淹水 让我们的头分乡亲 然后这个生活得更好 它从103年开始执行到现在 其实已经十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预计这个工程 在明年底大概会完成 所以跨过了十个年头 我们希望花了十年的时间 能够解决这边 上百年不淹水的问题 我是间接受益者 我每次下大雨的时候 理想只要打电话给我 都不敢从前面出来 因为它淹起来的那个水位 大概在膝盖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经费非常庞大 所以一直到我们中县长任内 他认为这个一定要做 不管多少钱一定要做 工程动土开工之后 预计明年底完工 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 县府也请民众见谅 共同期待迎接移居生活城市的到来 咱们一起记性 commencement day 第二个目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